猫鼻枝如何治疗 猫鼻枝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猫传染病 可能在新养小猫上面 甚至能达到50%的发病几率 但是它往往能造成的一个死亡性高吗 并不高 往往这一类疾病表达都是什么呢 眼鼻有分泌物 打喷嚏 碰到这一类疾病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去指导 临床上有很多的一个方法 但最重要的是对抗这个病毒 对抗病毒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像口服乳铁蛋白 比如像去局部用抗病毒的一些低剂 特别是像鼻腔内或者是眼部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学说是 蓝氨酸到底有没有真正杀灭 抛诊病毒的能力 这其实在临床上面是有一个 学派相冲突的 在临床上我们医生而言 是发现了使用蓝氨酸以后 可以大幅提高疾病的一个治愈率 以及缩短治病的治愈时间 但是从理论上 现在又有了不同的意义说法 总而言之 在临床上 蓝氨酸仍然是目前为止 行之有效的一个 抗病毒的一个用药 所以点点滴眼液 用抗病毒滴鼻液 再去口服一些蓝氨酸 严重的时候用一些抗感染的药 预防急发感染或者控制急发感染 这个病往往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控制